单边的第一个动作 你看 马上变 你看 太极理论里边的 以心行气 无灵沉着等等 这些东西呢 有点玄妙 其实呢 这个只要进入顺畅 就是我原来讲的 这个外山和行顺 内山和气顺 就能做到以心行气了 如果对方一抓你 咱第一个动作 单边的第一个动作 你看 马上变 你看 这是反观体 所以说 一 二 所以说 第一下 你看 就造成他的 你看 反观体 所以说 这一下开不了 你看 这一下又过来了 这个地方两个反观体 所以说 有的时候 不一定第一个动作能打人 你看 一 二 你看两个反观体 这个出去 都是 都是这个 造成对方的万步受伤 所以说 这些动作 他就按不住 对不对啊 你走的时候 这个挂的时候 你看 雷碎挂的时候 也是一挂就出 对吧 不管是从里边 还是从外边 是吧 往里 你看 都不要直眼 这都是 太极嘛 就是符合那个阴阳语 就是 都是那种 S 形的 所以说 咱接住对方 你看 也是画 对吧 然后发 对不对啊 所以说 所有的动作 都不是直的 都一定要给他一个 S 形的进路 对方直径 我给他画开 当对方挤住我 挤住我 如果你看我平走 这个走起来了 肯定是住不起了 但你看 我如果沉间坠走 我的进路就流畅了 形成一种 立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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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路 所以说 就能化解开对方的直径 或者 绝径 所以说 以心形气 大家一定要做到 这个 动作饱满 就是说 咱平时一直讲 这个 捧劲始终在身上 每一个动作 一定要把捧劲在在身上 一定把动作做圆活了 然后 你就符合以心形气 这个 太极拳的要求 为了告诉大家 什么是内加拳的功法 我公开呢 做了很多的 公开的分享 然后 其实呢 因为时间原因吧 讲的都是边边角角的事 要想 这个 真正的掌握 这个 太极拳 或者行育拳 内加拳的功法呢 还是欢迎大家 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再见